Hello大家好,我是睡大 今天为你呈现全新的周长活动 荒野狂飙 只有在每周一的晚上8点半开放 这个活动是和怒海针锋轮换的 所以这周如果是荒野狂飙 那下一周就会换成怒海针锋 玩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组队人数只需要4人 是怒海针锋人数的一半 由一人开车 一人操作遥控枪塔 一人操作机枪塔 还有一人操作火焰喷射器 完全不需要用到自己的装备 虽然说玩法整体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 这就跟怒海针锋的驾驶一样重要 不好的驾驶会让你晕船想吐 而在荒野狂飙里 就是从晕船变成了晕车 所以只要你又找到一个好的驾驶 剩下的队友只需要疯狂输出就好 虽然弹药都是无限的 但要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让武器过热 不然会有一小段武器不能使用的惩罚时间 那武器也不要因为怕过热 所以就打一发停一发这样子 就一口气输出到热度快满就好 在热度快要到临界点的时候 此时只要停止输出一段时间 热度就会冷却得非常快 最后只要把车打爆 就算通关了 相较于怒海针锋来说 这个活动完全就是来体验一个爽度的 而且人数的需求只要四人 非常容易凑齐 赛车的高速奔驰 然后弹药无限的疯狂连发 伙伴们一起经历了刺激的四分多钟 最后领取丰厚的奖励 有的吃又有的拿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那本期就到这里 还没结束 篇幅太短了啦 这里再加码一个全新的 秘密实验室的大王攻略 前面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在清乌装置成功启动后 由携带生化步枪的玩家担任队长 然后只让队长进行跑图 一路跑到最终大王的地方 那这边是因为要让伙伴们看一下完整的流程 不然这里是不用跟着队长跑的 除了队长以外的队员 待在实验室里面就好了 那接着队长直接左转上围墙 到这个地点后再使用造极 这样队伍全员就可以一起爬上围墙了 然后所有人都往右上角的角落靠拢 这样就能触发打王动画咯 在动画结束后 你会发现我们全员仍然是站在围墙上的 站在这个位置是不会受到精英怪物的骚扰 可以安心的全力对王说出 哪怕你的战力并没有达标 也可以毫无压力的把王给磨到死 那这是我目前觉得最简单的攻略方式 如果伙伴们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让更多度压人知道 那么本期就到这边结束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水达 我们下期见 拜拜